看完做工的人,當我們再有機會與工人朋友相遇時 我們大概會在心境上跟沒看過的人有根本上的不同 這次拍攝做工的人大華儀執行長林玉玲為這部戲劇做的助剪 同時也是他在拍完做工的人後最大的心得 之後我們再走進一個工地裡面 或者是我們有機會在路上跟工人朋友擦身而過 甚至是在同一部電梯裡面 我相信看過戲的人跟沒有看過戲的人 可能會有一些心理跟本上的差別吧 同時教育中心將六集的戲劇做工的人分為三次播映 並在最後一次邀請到做工的人小說作家林立青 以及改編戲劇的大華儀執行長林玉玲清零師大進行座談 和大家聊聊在工地的真實生活樣貌 以及拍攝這齣戲劇所遇到的各種困難與轉機 我覺得立青很棒 他是在我們進入唯一之內的第一位 第一個人的 對 那個時候真的什麼都不懂 然後剛剛他提到那個帶我們去看工地 的確跟我們講的不一樣 裡面不是有一句話叫藍教導 藍藍教導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經營講出這句話 他們就會瞬間變得很眼睛亮起來 然後拿出微筆 你再講一次的話就說他什麼意思好不好 你可以解釋一下 然後拿起筆記碼的環境 或者是那種夫妻吵架什麼有的沒有 然後我們也到處去跑工地 比如說他會問我說有沒有工地 我就說好好好帶你去看工地 然後就會發現一件就是他們想像中的工地 和我們想像中的工地不一樣 林立青過去曾經就是工人 因此他從工地的文化、生態聊起 和大家談談他是怎麼從一位工人 轉變為一位作家 然後開始進行小說寫作 同時林玉玲也分享自己身為大華影域的執行長 主要負責改編戲劇的工作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和工人接觸的各種田野經驗 讓他直呼真的有很多事情跟原本想像的不一樣 回覆現場同學的提問 林立青和林玉玲都強調 當大家開始替劇裝的角色疑惑 或是說社會各界開始思考該如何改善現在的勞動環境 給他們更有保障的生活時 雖然暫時還沒有答案 但刺激思考就是這部劇想要做到的事情 華語110的黃尚恩同學也分享他對這齣劇的反思 我看完之後感覺就是 很多人的生活他們是工作 象徵他們生命的一切 如果在工作的時候 他們出的狀況 他們可能就一輩子的家計 他們整個家庭 還有他未來的工作都沒辦法繼續下去 他沒辦法回到工地 沒有保險可以支付 然後或者是 沒有辦法讓他去支撐他的家庭 所以我覺得 也是我們台灣的學生 或者是政府可以去做反思的 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幫助這些 可能在工地裡面 然後或是其他的行業可以 就是可能受了傷害 就沒辦法回去工作的人 我們要怎麼幫助他們 無論是透過重新讓他們可以想辦法就業 比如說他們可能身體出的狀況 但是他們腦子才清醒了 那可以想辦法讓他們用頭腦來製造 來闡述 並且獲得收入 或者是我們針對制度 或者是保險去做調整 線人記者 勞成書 採訪報導